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构造函数模式 那么在学习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分为如下三个课时进行讲解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构造函数的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依旧用文字的方式和泥物化的方式 对构造函数模式的概念进行解读 这样我们能更好地去了解它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构造函数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我们什么时候用构造函数模式 以及在用js写这段代码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最后我们来学习构造函数模式代码的实战 我们真正的用js去实现一下这样的模式 然后以及对本节课这节课概要的进行总解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构造函数模式概念解读 我们依旧用以往的方式来进行两种方式解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第一个我们用文字方式进行解读 然后呢我们用这种泥物化的方式进行解读 这样的话能让大家对整个这种专业的计算机术语 所描绘出来的技术有更深和更好的掌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构造函数模式概念的文字解读 构造函数用于创建特定类型的对象 不仅声明了使用的对象 构造函数还可以接受参数 以便在第一次创建对象的时候设置对象的成员值 你也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构造函数 然后在里面声明自定义类型的对象呢 属性或方法 那么这段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又没有理解 这构造函数模式到底想表达什么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暂且把这一段文字大致这样过一下 我们再用这种图形的方式进行讲解 构造函数用于创建特定类型的对象 留两个关键字是特定 这个对象大家想起来一个东西是什么 单立模式 我们单立模式呢 也是构建这种独立的对象 不仅声明了使用的对象 构造函数还可以接受参数 以便第一次创建对象的时候 设置对象的成员值 你也可以自定义自己的构造函数 然后在里边声明自定义类型的对象的属性或方法 那么就是说这个构造函数啊 它并不是死的 你可以自己去重写这样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呢 在里边声明自定义的类型的对象 或者啊 你对应的想要传入的东西 那么在JS里呢 构造函数通常是认为用来实现实例的 那么Jarasquare里边呢 没有类这种概念 我们之前讲过 在JS里边啊 很多东西本应该有 但是呢 这些东西 关键字都被给隐藏掉了 它不让你去写 比如说我们在JS里边写class这样一个关键字 那么在其他语言里边 这个class都是代表的类 那么JS里边呢 没有写这个东西就是类 它把这个做成了一个关键字 那么你自己写class呢 又不行 但是 它有特殊的构造函数 通过new关键字 来调用自定义的构造函数 在构造函数内部 JS关键字也用的是新创建的对象 为什么我们的JS也用的是新创建的对象呢 同学们 因为我们当new的时候 JS归谁了 是不是归新这个对象了 新的对象在调用它 我们学习JS的时候也了解过 JS谁弄它 它就指向谁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用这种拟物化的方式 来解读一下这个构造函数 首先我们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 都有这一个门 那么正常来说呢 这个门应该像左边一样 它是一片比较存的 那么上面标配是一个门把手 然后呢 有个门锁 在这个门的中间的位置 那么右边这个门呢 上面除了有门把手 还有这种比较深的颜色呀 以及这个最突出的 这样一个我们喜欢的一个花纹 下面是一个方框 上面呢 也是一个不规则的这个图形 那么这两扇门 我们拿这两扇门来解读一下 刚才我们所说的构造函数 这个文字概念 构造函数用于创建特定类型的对象 我们这个门创建出来 它是不是应该分给小王家 或者小李家呀 它并不是说门创建来就扔了就拉倒了 它是给你谁创建对象这个人 比如说我们小李家告诉工厂 说你给我做扇门 那么这个门就是小李家的 然后比如说小王家 他也做扇门 这个是小王家的 不仅声明了使用对象 谁是使用对象 小王跟小李 构造函数还可以接受参数 以便第一次创建对象的时候 设置对象的成员值 什么意思呢 构造函数还可以接受参数 我们开始做门的时候 我们上的门锁 比如说师傅给我四把钥匙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参数给谁呢 给创建对象的时候 这当前这一个情况 然后你把这个你想要这个参数 给你所创建出来的这个新的对象的时候 把参数传进去 然后呢 你也可以自定义自己的构造函数 然后在里面声明自定义的类型的 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也可以啊 定制这个门上有什么样的花边 你不要它默认的就展上出这样的样子 就像我们右侧这样一个门一样 你可以自定义自己的构造函数 就是自己我需要用这两个图 我这门不是这样的 我需要构造的时候 需要最初创建这个门的时候 需要让它上面有花 下边有草 或者说上面有方 上面有不规则的图形 然后在里面声明自己 自定义的类型的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用图形进行了一个解释 那么在js里 构造函数通常是认为用来实现实力的 那么我们js它既然没有这个class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new 通过this指针 把我们当前这样一个属性值给到我们这个对象上 比如说我这个this门上面有花边 有正方形的花边 还有不规则的花边 我们都可以通过new的时候进行指定 那么在构造函数内部 我们这个this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用这种凝物化 用文字的方式 给大家来解释了一下这个构造函数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构造函数模式 它的作用和注意事项就是如何来利用构造函数模式 以及它相关的注意事项 那么在学习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上节课我们用这两张门来进行拟物化的 学习了构造函数模式的概念 左边呢是厂家原始的门 右边呢是我们需要传入自定义的对象 进行修装的门 那么在我们装着这两种门之前 我们都默认的给构造函数传了值 说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门 那么才能给你铲出来符合你家居特色的门 那么构造函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依然用这两张图来进行讲解 首先用于创建特定类型的对象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呀 现在在创建这个门的时候 这个门要不就归属于小王 要不就归属于小张 那么这两张门它是创建了归有特定人 以及特定家的这样特定类型的对象 并不是说厂家给你这个门拉出去了 然后又给了小王又给了小李 本着了一张门 它是用于创建特定类型的对象 然后呢 第一次声明的时候 给对象复职的时候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第一次需要人家创建门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给这个对象给人家复职 说我需要要一个什么样的门 那么标配的话 就是这种最普通的一个门 一个门把手 一个门锁 那么你也可以怎么样啊 自己声明构造函数 赋予属性跟方法 就说你呀 现在需要盖这样一个门的时候 那么你需要上面要一个这种多边形 下面要着一个比较漂亮的正方形 那么你可以自己去声明构造函数 赋予它的属性跟方法 把你想要的东西全部添加到它这个上面去 然后告诉人家做门的 下面我让你做出这样的门 那么等人家去铲门的时候 人家就知道了 所以这种构造函数到底有什么用啊 它可以帮助我们创建特定类型的对象 归属于特定的人 也可以在人家第一次开始建门的时候 给那个门复职 而且我们当我们想要自己去声明这样一个构造函数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想建这样一个门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让厂家按照原始的操作做 我们给一个这样我们自己自定义的所建门的样式 那么我们在这个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呢 第一个声明函数的时候处理业务逻辑 就是说啊 你在声明这个函数的时候 很多业务逻辑就交给了这个谁呢 交给了构造函数 比如说让人家厂商建门 那么在第一时间 你需要把这些东西都传给人家 那么人家内部开始建门 但是列位要注意了 不要把所有的业务逻辑都归到你这个构造函数上来 比如说其他六水线的任务 比如说你要个窗户 你就不要再往人家这个对象上去构建你这个业务逻辑了 它是什么啊 用于特定类型的对象 然后呢 区分跟单粒的区别 我们已经学过了单粒 单粒是什么 单粒它是每一个一个之间的个体 那么配合单粒实现初始化 怎么讲 我们第一节课学单粒 大家发现老师在new一个这个faction的时候 new一个单粒的时候 已经给他里边注册了这样一个z的门铃 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构造函数了 当我去告诉小王家需要怎么样 需要去建这个门的时候 我就把门铃已经给了你们 要不然你招好了门 没有门铃 那不可能响 那么这个一定要去配合单粒 实现这种初始化 大家搞清这个区别 还有一个就是构造函数建议开头 大写字母 比如说我们faction一个test 我们的t尽量去开头 如果是在一个faction内部 它形成这样一个币包 我们这个是一个构造函数 或者直接暴露出一个faction 那么当你new的时候 建议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 说你这个构造函数第一个字母非大写 不大写都new不出来 那么大家如果作为一个专业的开发工程师来讲 对于这种命名规范 应该有很清晰的认识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写这样一个构造函数的时候 还是要第一个字母进行大写 那么最后一点 注意new的成本 我们写了个计程 gs面向对象 大家都知道 怎么去实验代码 大家也都清楚 因为大家应该是有一定功底的人了 那么你在new这个对象的时候 比如说 人家这个锁心都是一样的 我不管你小王家建门 小李家建门 那么我用这个锁心 开门的锁心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们每个人又都告诉了一遍 说我用这个A锁心 那么小李家也告诉我用这个A锁心 这样就是重复的 所以说大家在new这个 我们这个构造函数的时候 尽量把这个公用的方法放到谁上去啊 放到圆形链上去 这样的话可以让人家厂商啊 省掉很多中间通知的麻烦 以及跟你沟通的麻烦 那么你在new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把你最需要的信息给人家 然后人家通知那个生产厂线 去把你需要这个门所布置 给你进行安装 那么这个就是new的成本 我们下节课进行代码实战的时候 大家就能体会出来 这个new所带来的这个意义 好 那这一节课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这个构造函数的作用 跟注意事项 也希望大家通过门 这个new化的操作 和new化这种方法 大家想想开门里边有锁心 然后每个门呢 在各个家不一样 以及对我们前面 构造函数这个概念 有详细的了解 这节课 我将带大家来学习一下 构造函数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来用代码实战一下 我们的构造函数模式 然后我们再对构造函数模式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前几节课 已经来用new化跟文字化的方式 解读了构造函数模式的概念 我们也看了它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写点代码 把它实战一下 首先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 sublamp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叫index.atml 放到我们的桌面上 我们在这里边键入scree标签 我们编写gs代码 那么在编写之前呢 我们加入一个这种matter 我们想输入中文的时候 以便浏览器不报错 要不然 如果我们不指定utf-8 它会给我们输出乱码 好 那我们上节课说了 这个构造函数 它是用于创建特定类型的对象 那么我们这个构造函数呢 首先我们来声明这样一个faction 这个faction呢 它是一个造门 那我们这个造门呢 这样的函数 大家千万不要去声明这样的函数名 在你们平时开发的过程中 这样的函数名 会被人笑话的啊 但是呢 我是为了让大家能尽快的学习好 这个构造函数模式 所以说起了这种通俗一懂的名字 那么大家应该尽量去遵守编码规范 每个团队都有自己团队的 相应的编码规范 大家可以去定量的去执行 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去完全的执行 而是一些大家共同讨论出来的结果 一定要全去执行 那我们造门的话 我们说了 它是给特定类型对象 那我们就有个小张家需要造门 那么这个造门就可以开始工作 这是最最普通的门 那我们最最普通的门上面有什么呢 首先 我们上面有锁 那么这个锁啊 是普通的 我们直接来个普通 那么上面也有什么呢 我们门上有什么 有花纹 这个花纹呢 也是普通 这是这样建出来最简单一个门 那么现在开始造门 它开始铲门 我们这个门铲门的时候应该返回什么呢 它的锁 和它的花纹 和它的花纹 那我们加一个汉字 锁 我们再来加一个花纹 同学们在平时写这个的时候 那么单引号跟双引号 所实验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建议大家 开发的时候呢 尽量去写单引号 写单引号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你写了双引号 GS内部 它也会把这个双引号 给你转换成单引号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写成单引号 避免这样一次过程 不过其实你写成双引号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那我们小张家 是用于创建这样特定类型的对象 我们把这个门 是不是就造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 好 告诉这个厂商 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 让厂商开始建门 那么这个 我们建好了之后 建了这个门之后呢 同学们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进行弹出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家最终拿到这个门 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在浏览器里打开一下 当前小张家拿到的门 是什么样的 好 看一下 现在我们页面已经报错 我们不怕的报错 就怕的不出错 他说这个 Undefined is not an object 然后执行这个小张 点create 报错了 那看一下 我们代码哪里出错了 就是我们这个小张怎么 这里报错了 同学们为什么才会报错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事项 那么构造函数 如果说 你这么直接掉 那他能拿到他自己 对应这个成员的方法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当前这次指谁呀 这就是js里构造蛮数 比较特殊的地方 他必须通过什么呢 通过new来指定当前这个构造函数 那么在其他的原理 比如说php 我把这些笔记啊 都给大家记下来 以便大家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呢 能把这些常用的知识点 记住在实战的时候 比如说php里啊 人家实现这个构造函数模式 有一个关键字 就是你把我这个构造函数 写到这个里边来 比如说这个关键字叫a 你写到这个a里边来 那么我呢 当new这样一个class的时候 就会把你这个构造函数给执行了 那我们说js里边呢 没有class这个关键字 你写了 这是人家保留的东西 你写了之后会报错 那么我们不要写class 那有同学说 老师那不写class 那必须得通过new一个class 来实现人家构造函数啊 那此时我们这个造门呢 就是构造函数 它又冲到了 类的概念 我们学习js密向对象编程的时候 那么这个 当上我们这个faction 是不是就是一个类啊 所以说我们要怎样 我们去new它 那么有的同学这时候就说 老师如果这个同学 他就不new呢 他就只是这样写造门 那岂不是我们前面写这些 所有东西都前功尽弃了 那不 我们可以让我们代码更强壮 怎么样呢 拿我们的j字指针来说是 如果this in this old in this old谁啊 造门 in this old什么意思啊 指向我当前那个负类 如果它不止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new一个这个造门的函数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反合回去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浏览器里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有没有问题 怎么样 小张家的锁道是普通 画文也是普通 那我们把下面 这一个new 再去加上呢 一样可以执行 那我们之前讲过构造函数模式 我们又说了 构造函数模式可以接收特定的参数 然后呢 来指定你这个 构造函数模式 所需要指定这个特定对型 这个对象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参数 叫做画文 我们这个画文啊 可以按照用户来指定 如果说你传递了画文 我们来一个内部的私有变量 造的画文 就等于 普通 如果你传递了画文 我们这个内部的私有变量 就指向你 这个画文 那我们这个呢 这次点画文 都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内部的私有变量 那么这个时候 小李家也来造门 挖一个小李 他呢 直接造门 我们看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比较随意了啊 我们来个绚丽 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再去new了 因为我们已经new过一次了 这个其实已经有缓存了啊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再去new 也还ok 这都影响不大 然后我们alert alert这个谁啊 小李 看一下人家的门 是什么样 加create 我们在浏览器里看一下 现在小张跟小李家的门 有什么区别呢 好 小张家的锁头是普通 画文呢 也是普通的 小李家的锁头是普通 画文却是绚丽的 那我们就用这样简单的代码 来实现了我们的构造函数模式 那我们之前又说 构造函数模式啊 跟单立模式 是一一相互配应的 我们怎么配合呢 首先 我们把这个声明写到前面 我们声明跟什么啊 比如说 AA公司 AA公司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造门啊 我们就这样 把我们这个 这个造门放到AA里面去 这个时候略改一下语法 Fraction 然后呢造门 看一下这个AA公司 那同样的原理 这个BB公司是不是也可以造门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找哪家公司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 AA 点造门 然后我们这个呢 BB 点造门 这就是单立模式 跟我们这个构造函数最好的一个配合 所以说大家平时在开发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构造函数应用到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里去 也要把这个我们学习的设计模式也要把这个我们学习的设计模式能够串起来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的去理解好这样一个高大上一个编程思想它在你编程里面具体起到的好处 那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进行这节课的总结 构造函数模式的总结 这本套课程我们学习了构造函数模式的很多概念 你应当掌握了一下知识 首先知道什么是构造函数模式 然后呢掌握构造函数模式的作用和使用的注意事项 最后掌握构造函数模式的设计代码 然后以及跟前面的单立模式怎么进入融合 那么大家可以用这些技巧来改善一下你曾经的代码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 可以在极客学院学习JavaScript的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好那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